今天主題是迴轉像小孩子 這裡講到信主耶穌的迴轉 也整個生命迴轉 像小孩子 大家看到小孩子 他們的感情流露是很真摯的 有時很慾緊 成年人有時會失去那種興奮、慾緊 或者很單純的心、開心的心 亦容易饒舌人 容易忘記過去的事 成年人有時有人得罪了 好像很難饒舌、很難忘記 看到人面左左 其實這是因為我們長大的過程 有很多傷害 那些傷害令我們覺得難以信任人 覺得人是有些不好的 那些人其實不是真心的 會批判人,影響我們的生命 其實我們想整個生命提升 以及更加經歷成年充滿 更加有神的能力 我們需要學習 回轉像小孩子 整個生命都好像小孩子 那麼單純 首先耶穌說 不回轉像小孩子 斷不得進天國 如果完全沒有這種生命的更新 是直接不可以得救的 這個講到就是 人沒有這種單純的信心 完全沒有這種倚靠神的心 這個人就可以不得救的 馬太十八章三節 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斷不得進天國 所以凡自己謙卑像者小孩子的 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 凡為我的名 接待一個像者小孩子的 也是接待我 這裡講到就是說 如果你不回轉像小孩子的樣式 小孩子的什麼樣式呢 這裡講到其中一個質素 就是謙卑 即是說神 我需要你 我依靠你 我尋求你 我自己都記得我小朋友小時候 我真的很單純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的小朋友 都會想過神的 我試過看上天上的天 其實那時候我都沒有印象 我聽過耶穌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聽過 我就想 耶穌是不是在那些魂後面 會這樣想 後來想到關於是否有神 在我心中都會有這些意念 有些人會想到有沒有神 有沒有鬼 人死後會怎樣 這些都是神放在人的心中會思想的 我想現在調查一下 在我們當中有幾個人 在你小時候 你會想過有沒有神 有沒有天堂 有沒有地獄 或者有沒有鬼之類 有幾個自己會想 沒有人跟你說 不過你自己會想 有幾個視覺有這樣的情況 這也是神放在人的心中 大過了有沒有想 沒有聽過耶穌 但是大過了想的 大過了想的舉手 有沒有 好 這也是神想我們很單純 我記得我小時候 那個單純的程度比現在更強 當然我自己都是保持自己的單純狀況 但是我小時候 我真的 很簡單很單純的 我小時候 我聽到耶穌 我就很單純的信 後來其實在中學的時候 我就開始疑問 覺得不是真的有神 其實那時候我沒有 是小時候上過教會 因為家人 其實我後來發現 他就放了我們三個小朋友 在教會主一學 然後他們就去街 因為我有一次發現 我出教堂的時候 看到他們回來吃雪條 我們那幾個就沒有 他們就去 因為我家裡離婚 所以有這個情況 他們就去 不知道去哪裡 去街 我們就去了教堂 但其實是好的經歷 在小時候 其實我上過教堂 也都是 其實 總之 也有兩段時間 是上過教會的 在心中有一種這樣的印象 我還記得 我去那間教堂的時候 他帶我去 我家人帶我去 想我們去那裡 那個負責人就跟他聊天 他就叫我們 跪下在那裡祈禱 即是在那些 他那些座位 那裡後面有跪下的 那我就跪下 那時候我就祈禱 祈禱他們不要吵架 因為那時候 家裡離婚之後 經常都吵架 我祈禱的時候 不要吵架 我小時候 其實在粉領浸信會小學 他現在變成幼稚園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我回去 就看到一個幼稚園 在我以前 在那裡讀小學的地方 那裡有講耶穌 在那時候 我小時候就接觸到耶穌 那時候也很單純 他叫我回去主學 我就回去 不過 好像回去後 我都不記得他講了什麼 我真的不記得 我記得主耶穌 但是又記得唱主耶穌的歌 信耶穌 求耶穌赦免得到永生 我完全沒有印象 聽到這的話 我不知道是他沒有說 他說完我聽不到 不過在那時候 我還是有一個單純的心 有一個神 我會覺得很想信耶穌 當時其實有一個特別的經歷 因為我家裡離婚 就把我放在我後母的乾媽 乾爹的乾媽和乾爹的家裡住 在粉嶺 那時候就有兩家學校 他問我 就是乾婆問我 你回到天主教育 基督教的那間 我就在想 天主大一點 去天主教的那間 誰知道他就 告訴我 後來他說 天主教的那間滿了 我便去基督教的那間 那時候只有兩間小學 在那裡 至少我接觸到耶穌 我到了中學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些都是哄小孩子 後來 當我一邊想 為什麼讀書這麼辛苦 神就給我的意念 當時我在思想 如果當時 我有沒有天堂 死後有沒有 我便覺得沒有 當時我只想到 如果沒有天堂 今世快樂便可以了 但後來我看那些基督教書的時候 不是基督教書 科學的書 我們那些物理學書 有一本參考書 我看的時候 那個前 隱言說到 這個世界很有秩序 是應該有一個神做的 那時候我就想 是否真的有神呢 那時候我也是 年輕的時候 大約是十七八歲左右 我就想 如果有神 我很想認識他 真的有神有天堂 便完全不同了 在那時候的單純情況 所以我自己覺得 人在年輕的時候 信耶穌是比較容易的 讓我有這個機會 那時候 我知道有神 我就很單純地 當我後來研究 知道有神 我就很單純地信耶穌 我都希望大家 謙卑好像小孩子 很單純來到神面前 也都放下所有的介意 所有不好的思想 所有負面的思想 讓我們整個人輕省 我們在天國 就是最大的 如果謙卑好像小孩子 而且接待一個小孩子 就是接待耶穌 所以我們都在宣教上 我們都幫助小孩子 是神所喜悅的 這裡說到 回轉成小孩子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謙卑好像小孩子 到底小孩子有什麼質素呢 是神歡喜的 謙卑像小孩子 天國就是最大的 小孩子有什麼質素呢 我現在寫了一些質素 第一 其中就是比較謙卑 不要緊的 就算做錯事 被人說 通常小孩子是比較容易接受的 覺得自己需要人幫助 他會比較謙卑接受的 比較單純 不會想那麼多事情 不會說 你有什麼動機 你是不是想謀害我 有時候人會這樣想 你是不是有什麼不良動機在背後 小孩子比較單純 就是容易相信人的 雖然容易相信人 就會容易被人騙 但是呢 因為這個世界有罪 所以會被人騙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罪 也不會被人騙 因為他容易相信人 所以他如果接觸的人 都是好人 信耶穌的 他就容易相信耶穌 所以小孩子 信耶穌是比較單純 比較容易的 他容易相信耶穌 容易相信人 神的生命改變了 但是大人 大了 就算說 耶穌怎麼愛我們 很多基督徒都很難相信 就是要過濾一大輪 就算過濾了 都不能夠很單純地相信 神很愛我們 這個是我們需要學習 放下這些 所有負面的感覺 就像小孩子來到神面前 有很多人看到耶穌的義仗 譬如我們中間的姊妹 有時候大人祈禱 看到耶穌的義仗 都是做回小朋友的 有些做回小朋友 甚至有些人祈禱 看到自己的小朋友 來到耶穌面前 小朋友會怎樣 他會直接回應人 譬如說 你喜歡不喜歡什麼 喜歡 但是大人 不說話 不說話 你想信耶穌 不說話 好像很醜怪 把自己的表露出來 這就是普通人會保持 而且小朋友會身體回應 你看到小朋友 他的身體經常會表現出的感覺 我感謝主要 我太太真是心智像小朋友 他智慧像成年人 有一次他在學校 我現在也經常見到他這個情況 他在學校有個同事告訴他 他們因為練習學校的節目 他說你知不知道你做完你那部分 你下樓梯的時候 你是跳下去的 跳下去的 你不是走下去 你是一步步跳下去 很多成年人是不會做這件事 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 有時候他開心 他都在那邊跳下去 我又跟著他跳下去 有些人可能很難相信 牧師也會跳下去 我們是會跳下去的 而且小朋友也不會壓抑他的感情 他會說出來的 他會流露出來的 他不會藏起來 人應該處理 就流露出來處理的 但很多人就壓抑 壓抑就變了慢慢一個人 沒有什麼感覺 小朋友也感情流露 他喜歡一個人 看到他很開心的 但大人看到總是收濟的 不會那麼放鬆 而且小朋友容易開心 有東西吃很開心 看到喜歡的人開心 看到喜歡的狗 喜歡開心 而且沒有那麼容易存居心 雖然現在的小朋友 跟以前的不同 現在的小朋友 因為太多好東西 家人給太多好東西 所以你給他一些小禮物 他會覺得 小禮物 我家裡更漂亮 現在的小朋友 但是我們小時候 那時候我的玩具是什麼呢 我在樓下 我住在旺角水渠街 現在也有的 不過已經沒有了一條水渠 那時候真的有一條水渠在中間 旁邊下面 有一間木廠 我們就撿了一個木仔 回家就是玩木仔 我跟太婆 跟她飛發 我跟太婆 在頭上掃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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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 這就是我們的玩具 小朋友 單純很多 不會全居心 而且容易遙書人 我們跟神關係 這些有沒有幫助呢 是很有幫助的 謙卑像小朋友 更加 神 神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我沒有你不行 我經常都是這樣想 我一切的好處都是神來的 我沒有你不行 我也很單純 神說什麼 我就信什麼 我愛神 神就為我預備眼睛 未曾看見了 未曾聽見人生 未曾想到的恩典 我就很單純相信 所以我就全心愛神 全心遵從神 事奉神 離開一切的罪 而且我也很相信神 我也相信真基督徒 愛主的基督徒 當然基督徒的相信是可以有程度的 但是我相信神 我是全然相信的 我也盡量去回應人 即是不要收藏自己 身體回應 即是對人有笑容 對人身體有動作 例如講道 輕鬆一些 不要收濟 我也教人講道 由腳開始有動作 由腳開始 你們要愛耶穌 這是手的 你要愛耶穌 你分享和領境拜也是 從腳開始 感謝耶穌 由腳開始 你更加表露自己的身體回應 以及我們不壓抑感情 就是神 我們是有重担 交給耶穌 耶穌幫我釋放 我有愛耶穌的心 耶穌幫我 流露出對耶穌的喜悅 這樣你就以神為樂 更加容易聖靈充滿 更加容易被神祝福 容易開心 想到好東西就開心 就算那些 你一向都有的東西 感謝神 我今天有飯吃 感謝天父 那些飯都是好吃的 那些菜都是好吃的 感謝天父 有家人照顧我們 感謝天父 感謝耶穌 有聖靈感動我 甚麼都是好的東西 也不存居心 也不要經常想 別人有壞的思想 你是不是害我呢 我來說 我會分辨 不過我不會經常 有些人我認識 有些基督徒也是 他結了一些人 他都不知道是否想害你 你小心 我會小心 我不會 甚麼都相信 我會分辨那個人 不過我會盡量 用好那邊去想 就算有些人做錯事 我也會這樣想 可能他不懂得怎麼處理 所以他就這樣 或者被人欺負 所以他欺負人 我會用這個好意來解釋 而且神也讓我揚書人 有甚麼人有甚麼問題 通常他都覺得很方 很輕鬆來找我 因為我不會戒懷他做錯的事 我也希望大家 有這些小孩子的樣式 頭主幫我們輕輕鬆鬆 好了 說回相反 讓我更加去體會到 沒有像小孩子的樣式 會怎樣 自誇 我比你厲害 有時大人就不好意思這樣說 不過他的行動 就好像要比別人厲害 他的言語會比較 好像覺得自己比別人厲害 還有思想很複雜 想想的很複雜 我們來到神面前 其實很單純 跟人相處都很單純 我就是祝福人 不要想那麼多事情 還有那些人不變成小孩子 很難相信人 亦都很難相信神 他好像跟人 個個都懷疑人 跟人的關係都有問題 亦都隱藏他的回應 即是沒有甚麼反應 對神又不敢開放 又不可以像小朋友 來到神面前 身體也沒有甚麼表達 即是外外祭祭 你發覺有些成年人或者老年人 他慢慢沒有表情 面貌沒有表情 身體沒有表情 甚麼都硬碰碰的 有些人他一向都是這樣的時候 他整個人身體都沒有表情 還有壓抑情緒 有時慢慢失去了 跟他的情緒的接觸 即他都不知道他開心 或者有些事情應該開心 應該開心 他又不懂得開心 這就是他壓抑的情緒 壓抑到他自己感受不到他的情緒 亦都不能夠處理他的情緒 自我保護 不能夠把自己的事說出來 擔心別人知道他的事 其實這樣的情況是很辛苦的 亦都容易低沉 不容易開心 容易低沉和發怒 即是藏起垃圾 其實有些人會跟別人說 你要長大 好像大人那樣 好像小朋友那樣 他們的意思是甚麼 你不要那麼容易讓別人知道你的內心 不要那麼容易開心 即是你要做大人那樣 其實我們想給大家知道 即是說好像大人那樣成熟 成熟 普通人說的成熟 不一定是成長的 即是他是成年人 成年人不一定成長的 有些人成年和老年 其實都是很小器的 很容易被傷害的 整個生命是很壓抑的 其實他的生命 好像他是成年人 但其實他是一點都不成長 他是越大越小 他年紀越大 但是他的思想越幼稚 越不成長 而且他全居心 經常都是想得到一些東西 而且很難遙恕和忘記 求主幫我們學小孩子 這裡的圖會懷疑人 會壓抑那些感受 懷疑人是否利用他 以及對立 和人會有對立的關係 好像生氣的人 不喜歡的人 不遙恕的人 回轉像小孩子的聖經人物 聖經人物也有回轉像小孩子 有些什麼例子呢 這裡是大衛 我給大家看到 詩篇122篇第一節 很特別的經文 人對我說我們往夜晚電 我就歡喜了 大衛是王 他要什麼都有 他想可以買很多東西 但是他們說我們去夜晚電 他就好像小朋友那樣歡喜 他就會表露他的開心 我們來到親近的神 也一樣 我也鼓勵大家 神你真是好 我真是學無理 我學賞你 也都經歷到聖靈 神真是好 我也經歷神你的平安興省 真是好 這樣我們就有個歡喜心 來到神面前 大衛怎麼樣 他很喜歡敬拜神 當人一去聖經 他就很自然 好像小孩子那樣歡喜 他也都將他歡喜寫在詩篇 有些人就會覺得 哇 寫這些東西在詩篇 每個人都看到我 一去夜晚電就歡喜 好像小朋友那樣 有些人會覺得醜怪 有很多人不願意這樣說 但是大衛是樂意這樣說的 所以就想大家想一想 你可不可以像大衛那樣 你今天來敬拜 有沒有開心的心呢 有些人的心就好像要回教堂 不是一個開心的心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真的好像大衛 就是一想到去敬拜神 就好像小孩子從心底柱 開心出來 從心底柱就說 神呀真是好 我能夠來到神的殿 能夠有耶路華幫助我 為神的兒女真好 有這個歡喜快樂的心 也有些什麼好的事 有人對我好 我就歡喜快樂 多謝天父 好 還有當他把這個約貴抬入耶路撒冷的時候 抬耶路華約貴的人走這六步 在薩摩爾記下六章十三節 大衛就獻牛與肥羊為祭 大衛穿越細麻布的以忽德 在耶路華面前極力的跳舞 是極力的 他是很興奮地跳舞 我很欣賞 在令敬拜的時候 你們都有跳舞 我們都可以在神面前開開心心 用我們的身體來表達出 對神的愛 大衛熱愛神 他很愛神 他不介意人怎麼看他 他不介意人 笑他、說他 他看重神多於人 他不介意人怎麼看他 他不介意神怎麼看他 他就很興奮在神面前 在人面前跳舞 那我們可不可以像大衛 像小孩子那樣 表達對神的愛 可不可以 神啊我真的很歡喜你 我自己就發覺 多數人領敬拜 都會用一些很正式的言語 也就是說 我們歡喜你、讚美你 我們感謝你、讚美你 我就會覺得那些說話 不是很自然 譬如很簡單 你跟一個人很愛他 你不會說 我真的很愛你 我很看重你的 你不會這樣的 你的說話的語氣 你會說 我真的很喜歡你 我很看重你 我喜歡你 我喜歡跟你在一起 你會用這種語氣 你不會說 我很喜歡你 我很欣賞你 不會用這種方式 你會有表情 我真的很喜歡跟你在一起 所以你發覺 我敬拜的時候 我就說 神啊我真的歡喜你 多謝你、多謝你、讚美你 我發覺很多人 他們就會這樣說 神啊我們讚美你 我們感謝你 是比較硬一些 我就比較少見到人 是歡喜神 所以我也鼓勵大家 去歡喜神 神啊我們真是歡喜你 有大聲、有小聲 有表情、有感情的流露 神啊你真好 多謝天父 天父你真好 多謝主耶穌 哈利路亞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夠開心 還有有感情的表露 亦都用身體的表露 但是亦都平穩、安靜 好像小 斷過奶的孩子 在母親懷中那麼安靜 大人就經常都忙碌 很多事情要做 小朋友呢 尤其我們小時候 真的沒有什麼玩具 所以是很多時間在這裡 沒有事情要做 有讀書 不過那些書也很快就讀完 那些工作也很快就做了 那時候呢 很多時間是有空的 後來我在小鹿的時候 這個學校已經考完會考了 上學就可以晚一點 早上一早就出去走 有個同學帶我去行山 那時候我真的覺得很喜歡 走山看到一些花草樹木 那些蝴蝶 我真的覺得 是神創造的 是很美麗的 我是很欣賞 很享受 去親近神 我都親近這個大自然 我都希望大家來到神面前 都是享受大自然 是神所創造的 有平穩安靜的心 輕輕鬆鬆 我以前第一個侍奉的時候 被別人背後指責 我都很喜歡唱這首詩歌 就是把它變成 用一首詩歌 因為我找到那首詩歌 那些音比較長 很多個音 所以可以配到很多字 就是這首歌 好 我的心平穩安靜 好將斷過你的孩子 在他無盡的遺重 我的心平穩安靜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小時候家裡住那裡 窗戶對著後面 是綠色的小山 我很喜歡在那裡 看著外面的山 我就享受 看著那些山 其實我現在也是 如果我小時候吃飯 我喜歡看出去 景色更漂亮 看到一些自然界的東西 享受神所創造的一切 我自己來說 我心裡面放下 一切的介意 人的不好的意念 我甚麼都放下 我經常盡量是甚麼狀態呢 多謝天父 哈利路亞 全部的重擔放下 所有不開心放下 我是不介意人 任何地方 為甚麼呢 是他負責 不是我負責 我幫他 但是我不用揹著他 所以我的心不會介意 我的心就是輕鬆鬆 所有人對我不好 不要緊 不死得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種狀態 你的人便輕鬆了 所以我們學習大衛 另一個人 好像小孩子 就是彼得 他的反應很直接 非常簡單 當耶穌叫彼得 和那些人在船上 最初見到彼得的時候 他說 你殺我去右邊 然後殺了很多很多魚 大衛就跪下 腐伏在耶穌面前 腐伏趴在那裡 主要離開我 我是一個罪人 你不行 我是有很多罪的 他這個單純的心 神就歡喜了 很單純 神啊我不行 我不行 耶穌就跟他說 不用怕 從今後你要得人 你會得人如得如 你能夠幫助很多人相信耶穌 他就是這個心很單純來到神面前 我不行 我不行 我需要你的 只有耶穌才能幫助我 耶穌接納他 他就接受了 很單純的回應 通常耶穌問問題 是彼得最快回答的那個 他真的很快回答 接著 在馬太14章25節開始到31節 就說到耶穌在水面上走走 門徒都很害怕 耶穌就說你不用怕 然後彼得跟著就馬上說 主要如果是你 不過他也有些懷疑 如果是你 簡直是他 你們不要擔心 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邊 耶穌說好 他很想嘗試一下 這也是小朋友的心 嘗試一下 我自己 當時 我以前在外國的時候 看到Kathryn Kubman 傅義曼 為人祈禱的人跌倒 我心裡很渴慕 我又覺得 我有耶穌什麼都不用怕 很害怕 當我後來看到安卡羅 為人按手的人跌倒 我立即不斷走出去 我真的很渴慕 其實以前在Kathryn Kubman的時候 我也很渴慕 不過那時候沒有機會 但在安卡羅的時候 出去 聖靈就大大臨到我身上 我一出去按手 就有很大的愛湧入我裡面 將我的生命完全改變 很想經歷神 很想更加進入神的同在 彼得也是 如果是你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裡 耶穌說好 你就來吧 他就走上去 不要說他沉的那一刻 他走的那一刻 可能覺得很驚訝 真的能走到 真的能站住 真的能站住 我相信彼得真的很興奮 這道聖經就沒有記載 他可能說 很厲害很厲害 我不知道他會有什麼 或者他的表情 可能他的表情 也是很興奮的表情 不過後來風很大 你看看這個圖 這個圖 那些風浪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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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那些浪不斷湧過來 他就很害怕了 將要沉耐的時候 他就說主呀救我 他也很單純 主呀救我救我 耶穌立即伸了手 抓住他 他就說 你這個小信人 為何疑惑呢 我已經叫你走在水面上 那你還要害怕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信心 有一天 在大災難的時候 被迫迫的時候 真的有些人追求你 神叫我走在水面上 在水面上走 或者走在水面 我可以潛在水底 那些人都找不到 我就不用浸死 神也可以行這些神跡 彼得很單純地信 他都可以走在水面上 靠耶穌走在水面上 不過他一時因為這個浪大 就害怕了 所以失去信心 那我們有沒有信心為神做大事呢 我自己呢 我真的 自從我經歷聖靈 我真的 我就開始去宣教 就為人們祈禱 就經歷聖靈很多 是我多次多次多次見到的 但是與我同時經歷的人 在我以前的教會 他們有很多個 他們雖然有經歷 但他們之後沒有保持 也沒有放心 沒有放膽 我都希望大家放心 我們經常被大家操練 就希望大家可以去宣教 或者在你周圍的人為他們祈禱 他們可以經歷聖靈 我們其實每個月都會去的 今次不能去的 下次可以去的 另外 耶穌和門徒洗腳 彼得又是最快反應的那個 你千萬不要洗我 不行 其他門徒都沒有所謂 照樣洗 但是彼得說不行 我不敢 你是主 我怎可以讓你洗我的腳 但是耶穌說 如果我不洗你 你就以我無份 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每個人都接受過耶穌的服侍 如果你沒有被耶穌服侍過 你不是 你和耶穌是無份的 我們都被耶穌服侍過 其實每天都有耶穌加力給我們 安慰我們 改變我們生命 這些都是服侍的 是耶穌時服侍我們的 所以我們時時都是有耶穌服侍的 如果沒有耶穌服侍 沒有被耶穌服侍的 其實跟耶穌沒有關係的 彼得馬上反應 好啊好啊 不要只洗腳 手和頭什麼都洗完了 耶穌就說 洗了醋 只要把腳洗就可以了 全身乾淨 你們都是乾淨 然而不都是乾淨的 那裡耶穌有一個含意 可能就是說 其實我已經射免你的罪了 你只是洗腳 腳就像我們每天走路一樣 我們煩的罪 神射免那天的罪 就不用由頭到尾 全戶的罪洗乾淨 再一次求主射免 再一次要耶穌射免 其實耶穌已經射免了所有以往的罪 可能有這個意思 不過今天我們所說的主要是 是彼得那種反應 好表達 輕鬆立刻表達 我不知道大家 一聽到耶穌這麼好 會不會有心想 很好啊 我都學耶穌這樣 學彼得這樣 好像大衛這麼單純 來到神面前 我恢復耶穌 我感謝耶穌 我喜歡耶穌 我試試祈禱的時候 不要只會這樣 喊喊喊喊耶穌 而是說 耶穌我知道你很喜歡我的 我又很喜歡你 你有沒有這樣跟耶穌說話 我很喜歡你 有些人說 喜歡都放在祈禱的嗎 有些人在祈禱不會說喜歡 但聖經說 以神為樂 我很歡喜的 因為有神我很歡喜 我很開心的 你試試祈禱的時候 你講的說話 是從你心底處 耶穌你真是好 我真是喜歡到你不得了 神啊 我很喜歡你 很感激你 很歡喜你的 我們學習 這個大衛和彼得 好了 另一個人 這個人物只是一個比喻 耶穌說的比喻 如《路加福音十章三十節》 開始那裡說到 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去耶利哥 被強盜搶了他的東西 把衣服都脫掉 把他打個半死 然後一個祭司經過 看到他 又不過去 因為他是不潔淨的 他不理他了 因為他如果不潔淨 他又去到聖殿 又不可以做他要做的事 利美人也是 不潔淨又不可以了 又不理他了 在另一邊走過 但有個薩瑪利人就像小孩子一樣 很單純 有人受傷 還要慈心就去幫他 小孩子會這樣 但這個世界 很多人都已經不是這樣 還有 這個世界也有很多問題 就是有些人會告人 令到有些人很害怕 糟了,我幫他會不會 他會告我呢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不過我給大家一個提議 大家可以這樣 你開了你的手機攝錄 你問他可不可以攝錄 可以 例如這樣 我問你了 你想我幫你 現在你受傷了 你想我幫你 那你攝錄了 然後呢 他說我願意 你看到了 我願意 是你願意 那我幫你 我只能盡力 我不是醫生 我盡力幫你 我小心 但是你不能告我 你怎麼錄了 如果上法庭 大家都說明他需要幫助他 這也是一個可以在現今世代幫助的方法 這個薩馬里人 就像小孩子一樣 動了慈心 立刻跑去和他包裹傷口 用油和酒和他結淨他的傷口 然後扶他去生畜 帶他去酒店 然後給錢給店主 這就是小孩子的心態 去幫助人 去祝福人 去做神所吩咐的事 所以我們就說 神幫助我們 就像小孩子一樣回應 好了 我們說回 很多人就不像小孩子 是僵化的 光硬的 那些人的形女 是什麼形女呢 第一個形女 就是壓抑情緒的形女 壓抑 那些情緒 收了很多年 他已經不能夠像小孩子一樣 已經再沒有感覺 不懂得笑的了 不懂得哭的 有些人甚至不懂得哭 但是經歷聖靈神 就叫他哭出來 把他的憂傷釋放出來 因為他小時候 第一 被人命令 不准哭 不准笑 不准表達感情 所以他已經收藏了 第二 表達情緒的時候 被人笑了 所以害怕了 覺得壓抑情緒最安全 因為別人不知道我的情緒 所以我壓抑 漸漸 就感覺不到情緒 大家 會不會 看著天 看著周圍 開心 看著好吃的 心裡開心 會不會有這種開心呢 或者你已經不懂得開心 不懂得開心 就需要醫治 需要釋放 如果你經常都是一種 又要做這樣 又要做那樣 經常都在這種狀況 不是一個輕鬆的狀況 你想想你小時候跟你現在比較 分別有多少呢 那些地方有分別 你就需要去醫治了 漸漸 第四 就不再感覺到情緒了 其實內心深藏著 沒有化解的情緒 其實那些情緒都堅固了 好像低沉 憤怒 憎恨 自卑 絕望的內疚 在裡面堅固了一件事 令自己的內疚都堅固了 好了 那我們怎樣可以治治呢 簡單來說 就是逐步接受情緒 接受我有情緒 其實情緒是一個指標 很簡單 你被人罵會不開心 這個不開心是一個指標 告訴你需要處理 所以我們接受 我們有這個第一個情緒的反應 我們有這個第一種反應 然後有第二種反應 即是之後的反應 之後的反應是甚麼呢 譬如被人氣壞 開始有第二種反應 就是生氣 會癢癢 小看他 排斥他 這些很多是不健康的 其實我們處理了這個 最原本的情緒 這個情緒就是 想我們知道我們有情緒問題 處理了 他對我不好 我生氣 或者我不喜歡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裡面有些事情需要處理 我就用聖經的方法 我都說過 就是人很多時候都 其實他受了傷害 所以他會傷害我 所以我不介意他 因為他被人傷害 所以他會傷害我 我接受這件事 我心裡就不生氣了 不生氣 就沒有其他的情緒反應了 就會變成生氣了 我的憤怒就放下了 那個憤怒就化解了 但是很多人就沒有化解 所以他裡面 積藏了很多激氣怒躁 壓抑的情緒 當我們接受 我們有些反應 譬如在心理學上 有說到 Fight and Flight 兩種情緒 Fight是什麼呢 譬如有隻老虎走過來 有隻狗走過來 你選擇什麼呢 Fight 即是打牠或者擋牠 讓牠不要攻擊你 一隻就走 你走 打牠和走牠 你的身體的反應是有不同的 兩個反應是不同的 一個是走的 是害怕的 你跟牠對抗 你的血沖上頭 你會勇敢一些 你會沒有那麼怕的 你會很剛強壯膽的 這兩種情緒 這兩類的情緒 就是我們面對困難的時候 譬如有人罵你 那個Fighter Man 就罵他 Fighter Man 就會害怕了 退縮了 不敢出聲了 這兩種反應 這些情緒 都是指標告訴我們 被人傷害 我們就處理了 我想罵他 其實呢 我不用罵他 我罵他 越罵他 神不喜歡 反而我更加受傷害 我可以放手 我們就處理了 這個原來的情緒反應 就變成後來的情緒反應 就可以處理了 即處理了 如果原本被他嚇驚 或者畏縮 我們處理了 我們這個人 就變成了可以 接受他 並且祝福他 並且在心裡平穩、安靜 這個就是 接受我們的情緒 是有用的 這個情緒就告訴我們 我需要處理 而且如果我們有些 深藏的情緒 已經很長時間有的 有些激氣勞嘈 憎恨 埋怨 這些情緒在裡面 我們就需要化解 接受我有這些情緒 接受我是有害怕的 我曾經有好幾年 是因為被別人批評 背後批評 我就是在裡面有害怕 我處理了 其實我也是要努力 侍奉神、神喜悅的 那些人 其實他不是出於好意 攻擊的 其實不用放入心上 神都喜悅我的 我做的事是榮耀神的 那我就說 我不用被他影響 我就可以讚美神開心 那我一直這樣讚美神 那個懼怕就一直離開 第一天 處理了 第二天有來過 有處理過 每天處理 每天處理 就慢慢再無發生了 初期有那種習慣性 是自動會不開心的 但是這個可以處理 以及釋放被壓抑的情緒 即是有些不開心的情緒壓抑 如果你發覺你每天都不開心 是需要處理的 以及學習 數算恩典而感恩 經常想神的恩典 因為感恩而開心 於是我就開心做人 這就是處理壓抑的情緒 這個很簡單地說 待會兒我們分組的時候 都可以再講一下這方面 即是怎樣處理 如果你發覺很難處理 我們可以談談這件事 好了 這個自我保護的型女 這裡有個圖 是真人 這個她不是選擇分開 而是被迫分開 這個其實在法國 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她是貴族 她喜歡一個男性 但這個男性不是貴族 她的媽媽是非常控制性的 把她困在一個房間裡 釘了板 只是在底下 放一些食物給她吃 她的家裡 她的房間是髒得離譜 在這個房間裡 監禁了她25年 後來有人告發 當那些警察進去的時候 她第一次出來的時候 裡面發覺很多蟲 那些大便 全部都在一個房間裡 哇 真是很恐怖的 她人整個變了 真是很恐怖 這個就是被迫的 不過有些人 我也認識的 有些人 她是 她心裡 她保護自己 不喜歡跟別人交往 於是 跟別人隔離 不跟別人交往 不跟別人聊天 不跟別人做朋友 不跟別人做朋友 經常批判人 那就越整越 就是越整越封閉 裡面再沒有開心 整天都是埋怨 整天都覺得自己很慘 整天覺得自己沒有前路 其實真的有些人 因為有些人找我幫助 所以我知道有些人 其實很淒涼的 整天為了自我保護 為什麼會自我保護 因為她被人傷害了 其實我為什麼教你 分辨這些型類 你就分辨一下自己的型類 有些什麼型類在你心中 是你堅持你的 你就幫自己處理 然後你就幫別人處理 你幫自己處理到 你就可以幫別人處理 好了 因為她曾經被人傷害 沒有被醫治了 為了防止被人傷害 她就防範別人 她就不分享自己的內心 避免跟別人建立心關係 不敢跟別人溝通、分享 她就經常保持一個好的狀況 好像很好 我認識一個人 她離婚這麼多年 她是… 人們不知道她是離婚的 她是… 即是不會告訴別人 她是離婚的 她的確是離婚的 其實人們會猜到 但她不會把她的情況 說出來跟別人溝通 她就覺得說給別人聽 真的很醜怪 這些是很醜怪的 所以她不會說出來 她不會把自己的內心世界表達出來 所以她經常都是一種 保護自己的狀況 第三 於是就保護自己 不去面對傷痛或失敗 即是以前被人傷害的地方 以前失敗的地方 她就會保護 曾經有人被避色放的時候 她就說 她一面對那些事 她說很痛、很害怕、很不開心 她不肯去面對 即是一想起那些事 以前那些人怎麼傷害 我很害怕、很不開心 為甚麼她處理不了 因為她覺得被人攻擊 是很慘的事 很醜怪的事 所以不能夠說出來 如果能夠面對 就說我是被人傷害 那些人真的傷害我 不過神都是愛我的 這些可以放手的 她就不肯被處理 所以不肯處理 於是她的裡面 始終有些傷害在裡面 那些傷害就會容易爆發 容易在她的情緒裡表露出來 她就不肯面對 那大家有沒有一些傷害和失敗 沒有面對呢? 即是你想想你的傷害的時候 或者失敗的時候 會不會心裡有一種怨恨 或者仇恨 或者覺得自己很蠢 為甚麼那時候做這些事 你每次做這些事 想想這些的時候 你都處理 你會說不要緊的 都發生了 現在神重建我的生命 那些傷害可以放手 我可以重新被醫治 我們就可以化解 在耶穌裡面有喜樂平安 很重要的是 接受耶穌的安慰意志 將那些垃圾清理 於是不受那些垃圾影響 放手 對垃圾放手 這個是很重要的 是要刻意處理 有些輔導員都這麼說 你哪個輔導你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沒有處理 是沒有用的 誰幫你都沒有用的 一定要自己清理垃圾 而且他們不是從神得利 他們就是在世界上得力 然後怎樣清理垃圾 我們任何人都需要的 不清理就一定繼續受苦 如果你的環境都是令你苦的 但你繼續想環境 也不會令你有幫助 第四 生命中有很多不被處理的問題 傷害、自卑、失敗、難以被醫治 裡面積實了很多很多的營餘 那些不被醫治的東西 在裡面成為一些很硬很硬的營餘 不能夠釋放 第五 變成一個與人和自己隔絕的人 與人隔絕 與自己隔絕 即是不再能夠 面對他自己現實的自己 他不能夠面對他的現實 他面對的就是一個虛假的自己 他不能夠面對以往的傷害 所以他裡面是完全卡住的 如果我們有這個情況 是需要釋放的 第六 我們要怎樣做呢? 就是需要人和神的愛去醫治 我們需要神的愛 也需要人的愛 所以做醫治釋放 都是有基督徒愛他、關心他 為他祈禱、幫他釋放 亦都幫助他找到朋友 去對他有支持 還有學習… 對不起 這裡漏了個字 漏了個字 漏了個字 學習建立關係 即是怎樣跟別人有溝通 分享他自己的東西 能夠建立關係 跟別人有正常的關係 不是封閉自己的 另外一個是 逃避自己問題的刑女 這個人把頭塞在沙裡 我什麼都看不到 沒有問題看不到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不接受自己曾經犯的錯 或者需要處理的人際問題 或者事務的問題 否認事實 即是說 我不能夠面對這些東西 所以他就要逃避 逃避 我不能夠面對這些問題 其實剛才我們所說的 就是說到 那些不回轉 像小孩子的人 是怎樣呢? 就是逃避自己 就是封閉自己 我們先說幾點了 就是壓抑情緒 小朋友的情緒是放開的 小朋友沒有這麼想自我保護的 小朋友會面對他的問題 當然不是每個小朋友 不過小朋友是有這種性質的 他不接受 他否認事實 不是呀我沒有 不是我的問題 所以輔導有時候說 是他問題不是我問題 我沒有問題 我一點問題都沒有 其實為什麼會說沒有問題呢? 一定有些問題的 他否認接受他自己有問題 懼怕去處理任何問題 什麼問題他不敢處理 那麼繼續活在內疚和混亂之中 經常都很內疚 我做錯的事情 但是他又不是面對 還有很混亂 整個生命很混亂 他不能處理他的面對問題 沒有處理問題 繼續破壞生命 有些人我認識 又沒有工作 同人關係又不好 情緒又不好 睡覺又不好 健康又不好 整個生命都是破壞的 那麼最嚴重的就是 生命脫離現實了 好像一個都不是活在現實的人 好像他面前的事 都不是他現實的事 好像是脫離現實的 那麼我們怎樣去處理呢? 就是需要靠主克服懼怕 即是一步步把裡面的那些 害怕等事情 處理了它 怎樣把那些不開心的處理 去面對我們的問題 讓我們能夠正面不用逃避這些一切的事 另外有些是懷疑的刑女 有些人懷疑人 懷疑神 小朋友就很單純地相信人 懷疑就是怎樣 經歷過被人騙或者欺負 就沒有處理到 就懷疑很多人都是壞人 個個都是害我的 就不容易相信人 亦都不能相信神 就不相信真的有神的愛 就幻想人人都在害我的 有些很嚴重 我想也有人聽過 有些婆婆說 我的兒女要下毒 所以我不敢吃她的食物 她以為她家人 每個人都下毒 害她 懷疑人 就破壞與人的關係 因為她懷疑人 所以與人的關係斷絕 難以相信神的愛 所以很難給神安慰和意志 如果我們有這種情況 即是覺得神不是真的愛我 就需要逐步從可信的人 和經歷神來學習 信任可信的人 即是說 有些可信的人 這個人真是幫你的 很努力幫你 這個人是可信的 是嗎 你祈禱可以經歷神 即是神在幫你 神是可以經歷的 於是你便可以放心 原來神是可以安慰我們的 這樣這個人就逐步 開始相信人 處理能夠相信人 亦能夠全心相信神 其實很多人跟神關係不好 基本上就是 他不相信神 他不相信神有很多恩典 神有奇妙計劃 又不相信跟從神是最好的 又不相信犯罪是會破壞的 我是很相信犯罪一定會破壞 所以我一定對付罪 我又相信聽耶穌說一定好的 事奉神一定好的 祝福人一定好的 所以我一定努力去做 任何有機會我都會盡力去做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回轉像小孩子一樣 釋放這些型女 我們這幾樣的型女 就是我們的情緒壓住 很多人為何不像小孩 就是他壓抑的情緒 自我保護 他逃避他的問題 以及他懷疑人 所以他裡面是積壓了很多問題 我們一起起來討告 求主幫我們放下這些煩惱重擔 Hallelujah Hallelujah 你就問回自己 有沒有潮水的感覺 潮水就不是小孩子的特徵 小孩子是有活力的 有生氣的 你是潮水 低沉的 不開心的 壓抑住的 這些都不是小孩子的樣式 是主幫助我們 Hallelujah 我的心平穩安靜 我的心平穩安靜 whale disini 神聖 主耶稣幫我們 回轉像小孩子一樣 即是告訴神我需要你 耶稣我需要你 我們不是萬能的 我們讓人知道 我們的弱點不是死的 我們面對我們的弱點 也不能死的 我們可以面對我們的弱點 我們可以來到神面前說 我是有軟弱的 我是有煩惱的 我是有重膽的 我是有壓抑的 我是有潮水的 我需要你幫我 給我們有活力 有生氣 有從神而來的喜樂 平安 開心做人 在天堂的人 個個都開開心心 充滿活力的 一些潮水都沒有的 求主幫助我們 回轉像小孩子的樣式 如果我們心裡有些壓抑 有些小孩子的樣式 有些像一個潮水的老人的樣式 壓抑的樣式 求主耶稣幫助我們 在這一陣子 將祂帶到神面前 我給大家一點時間 你有些什麼壓抑住你的 捆鎖住你的 你就來到神面前 主耶稣幫助我釋放我的令 讓我能夠輕省 我有些什麼還是壓住的 我是不是揹著人的重膽呢 我們揹著人的重膽 就變成了老人了 因為我們擔心不了那麼多重膽 人的問題 我們只能夠幫助 但不能夠揹緊的 我們就來到神面前 主耶稣幫助我們 放下這些人的煩惱 人的批評 人給我們那種內疚 好像壓著我們一樣 他們逼我們 要我們揹著 要我們揹著祂的淡子 求主幫助我們 或者幫助我們放手 或者是 我們自己裏面的情緒 自己裏面的負面思想 求主釋放我的令 給大家一點時間 大家去反思求耶稣 去釋放我們 叫我們回轉成小孩子 主幫助我們 面對我們的問題 面對我們的困索 面對我們的情緒抑壓 幫我們放鬆的人 輕輕鬆鬆 死放我的令 使我能敬拜祢 死放我的令 使我能贈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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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幫助我們 有喜樂平安 Hallelujah Hah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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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h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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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h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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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耶稣喜爱笑是障碍我 我我 耶稣喜爱笑是障碍我 我我 爱笑是障碍我 再他失上座 耶稣是什么时候爱我 我我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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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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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帮助我们 可以开心快活 数算神的恩典 可以面对自己的重担烦恼 放下重担烦恼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